大家好 我是文威廉 欢迎收看本时段的新闻快讯 拜登总统今天稍早正式释出宣传影片 宣布自己将在2024年竞选连任 拜登强调他必须为民主挺身而出 拜登总统在这段三分四秒的影片当中表示 他就任之后最初几年一直在为民主和自由奋斗 并且示警全国的MEGA极端分子正在威胁这些自由 而MEGA一词取自于川普竞选口号 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缩写 拜登在影片中表示 四年前我角逐总统的时候 我说我们在为美国的灵魂而战 现在我们依然如此 这就是我角逐连任的原因 拜登正式宣布争取连任的日子 适逢2019年他宣布参选总统的四周年 当年他坚定主张阻止川普赢得第二任期 拜登2020年成功击败了川普 而目前川普在共和党的初选身世领先 如果川普成功获得共和党提名 拜登将会与川普二度交手 不过分析认为拜登这次面临的挑战更大 他年事已高 选战的打法无法重蹈 上一次的自家远距竞选 对他体力是一大负荷 加上经济衰退的阴影 徘徊不散等事项都会被对手拿来抨击 他不能升任白宫的工作 国务卿布林肯昨天宣布 苏丹交战双方同意周二起再停火72个小时后 期间多地仍爆发一些零星的冲突 有居民表示双方持续在位于恩图曼的国家电视台总部 以及军事基地周围交战 当地医生组织表示 首都克鲁木在线枪声爆炸声 以及有战机分析 批评政府军与武装组织快速支援部队 都不遵守停火协议 相信双方发起新一轮交战的目的 是让更多的外国人赶快撤离苏丹 多国加紧撤侨 英国首相苏纳克宣布 张开大规模的撤侨 将在克鲁木机场为超过4000名的英国侨民提供航班 其中有2000人以及登记撤离 而英国外交部表示 将优先安排有儿童、病人和长者的家庭撤离 德国方面也派出救援军机撤离了近500名侨民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昨天宣布停战的消息 并说停火协议花了两天才协商完成 苏丹武装部队表示 此协议是由美方及沙奥地阿拉伯协调 不过此前双方曾经违反过部分的停火协议 苏丹武装部队与准军事组织快速武装部队 在本月15号交火至少造成了427人死亡 医院住宅区都沦为战场 眼看苏丹的内乱越来越激烈 英、法、美、日、异等国出动军机与动员国际关系 纷纷展开了撤侨行动 一名美国女子近日从洛杉矶搭击要飞抵澳洲雪梨的时候 被澳洲的边防部队发现 她的行李当中竟然藏有一把手枪而遭到逮捕 不过特别的是 这名女子戴的手枪居然是杜有24K斤的黄金 根据有线电视新院网CNN今天的报道 澳洲边防部队表示 23号一名美国女子从洛杉矶搭击飞抵雪梨 但是在她的行李当中发现了一把镀金的手枪 这名28岁的女子并没有澳洲颁发的枪支进口与涌枪证照 因此依法将她逮捕 如果罪名成立 该名女子最高会被判处10年的监禁 声明中并没有透露女子身份 她在24号与当地的法院出庭并且获得保释 而她的签证和澳洲的居留权将取决于当地法院 根据澳洲边防部队指出 这名女子最终有可能会被取消签证并且驱逐出境 当地的指挥官巴瑟斯特伯表示 此次成功的逮捕 代表着该部队成员的勤奋工作 以及澳洲侦查技术的先进性 根据研究公司Morning Consult的最新研究报告 企业正在减少旅行支出 美国航空商务旅游恐怕永远都不会恢复正常 报告中表示企业公司预算紧缩以及新的远距工作方式 永久地改变商务旅行 此外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商务旅客如今变得更为年轻 更有可能乘坐经济舱 其中大约有一半的人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 报告指出高消费旅客花高价买头等舱机票的概念已经不在 不同的商务旅行模式正在缓慢地形成 并且肯定会根深蒂固成为该产业的新常态 另一方面企业也正在减少旅行支出 报告中表示虽然休闲旅游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增长 美国的商务旅行去年却停滞不前 报告是针对了大约4400名美国人的调查显示 去年2022年美国国内和国外的商务旅行只增长了1% 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的公司已经改变商务旅行政策 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减少商务旅行的频率 或者是减少派遣员工出差 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 公司也在更加严格的审查差旅费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